路线跟天路很明显的不同啊 哦呦呦 Monster 兽爷 一发双鞠爆头 今天是把 东东给打了下来 RBS只有一把双鞠 嗯 那就是兽爷的双鞠 愚人呢 愚人 哦 又是一枪头 哦呦呦 这个是EBABY啊 是啊 RBS 诶 但是这边EBABY倒了 降了一个倒地的信息 风可烟 天路 这边的人不多的 嗯 明明的动作 好像是不太清楚 但这个 一晃神是看到了 哎呦 这坦克 犹豫了 刚才突然仁慈了一下 是的 他就犹豫了 不知道该不该打 可能他在等队友的信息 但这一犹豫啊 就出现了问题 在另外一边 换神也倒地了 周品炎吃了一枪头之后 哎呦 小鹏在另外一边的架枪 这是一个口袋震啊 MCG完全不给女孩比活路 嗯 这可惜刚才坦克的话 感觉出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了一点 要不然明明这个侧森也容易直接是被秒掉的 这波真是围得死死的 嗯 难难又是一波干拉 哇打得很主动啊 哦 这边应该是被雷 影响了这个听力 哎呦 是没办法察觉到的 嗯 明明这边架枪还是给的很很很足的压制力 嗯 明明的视角里 哦 最坡度的掩体并不靠谱 看一下MCG 这一个平坡的话也比较的危险 三倍进最佳的一个输出距离 嗯 两波非常理想的干拉 哦 两波干拉 一个Summer 一个最坡度全倒了 没有人 就是滑的 对 远点的爆点 近点的作战 都是没什么失误 明明架一个坡度 然后另外楠楠从 港亭这一边 做一个控反截破的一个举措 这个点一旦打完了之后 整体获取了 面积 那这个时候应该在判断救人了 嗯 在判断救人了 直接往前压了 对 看到了 哦 王鹏的一个手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直接把楠楠给击倒 但是自身的血量比较低 其实楠楠急了一点吧 明明还没有 能不能听到一点点的脚步啊 在这个距离 好 看到了 好 先捕人 而且王鹏最后是 打了一枪头啊 是的 最后的这波交叉呢 是剩了王鹏一个人 嗯 王鹏也是拿到了个人三个淘汰 嗯 王鹏 其实在昨天的上半场的比赛当中 发挥还是相当不错的 只不过有一把 可能由于采位比较的激进 所以说导致自己折损了 是游过去了 嗯 肯定得游了 嗯 网友记这边的话是选择 直接控住了防空洞这一带 但防空洞这一带的话 你没办法踩到上面 就搜集不到周围的一些 临近点位的信息啊 山面庭为什么会抱着这棵树啊 石膝和艾山都加入之后啊 这个山头可能会不太平静 对 好 刚才那一波的一个踩位 第一天应该是想往山上的坡 去延展一下 但是想知道那波出枪 应该是把斯莫斯汀 直接给击倒了 嗯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山头的步控 可以说是小心谨慎 嗯 比较的严谨 是 哇 航二Y这边直接是在马路上 干浪过来 然后想把IEBABY这个连打代步了 这应该是点出来一个分彩 对 RBS 啊 YLG这边想要去竞选也是被堵了 被I7堵了 对 你看I7就是先进到机场里面 拿信息 嗯 这样就比去控防空中 领界的队伍会对他这个高点踩信息的位置 会有些限制 所以说出来之后 这一波的 可以说是无视野的转移 嗯 哦 I7这个妹妹很皮啊 嗯 她出来探一下 我确认一下 可以说是极限的空边了 嗯 这过了一个第二个就难过了吧 好 一毛踩去 而且这边踢球也是被打下来了 哦 还是有一个一把枪在持 下的选择 选择准备是开车 直接往里面去进 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 17倒地的这名选手 第一时间应该是可以扶的 对我帮忙背一下 可以往里面去扶 主要这个四圈还往东切了 所以17和SMS这波 换分我觉得也是恰到好处吧 就是刚好全往右边走了 对 反正都是要换分的 早换不如晚放 好 另外一侧右下角的一个位置 三支队伍进行了一波混战 TMA是作为一个圈架方 直接拉到了坡这一侧 而第一切的背身 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察觉到 TMA已经摸过来了 这个时候TMA露露出手 娃娃姐也倒地 娃娃手里还掐了一颗雷 直接把自己给补了 第一梯整个作战的位置 是被包夹起来了 而巨幅正面 小杨是倒地 还是有另外两个有身力量的 而且不要忘记 有个小鹏其实还在附近的 这边6-1伏地再打一人 打了不过先手 那巨幅的话 所以暂时补不了小五的人头 这颗雷 猫死的这颗雷 应该是预判了一下 对方在烟里面的一个位置 那小鹏这里其实看到了吗 好 这个人头是并没有让小鹏给拿到 对 也行 他就可以继续隐忍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进圈 所有人都是藏在这里的 隐身的一个状态 这一个顺暴雷 但是侧翼 马云龙这个位置 第一时间没有发露信息 小鹏的刀侧翼一波进攻 拔小鬼街打残 但是面对的是小鹏的三级头甲 这一波的一个出枪已经够快了 虽然说小鹏的半血零血量 再来一波 马云龙的一个蹲下射击 直接是再秒掉一个 说实话 这个枪线太过于立体了 Piro解决战斗的速度还可以 但是IT因为是有车的关系 所以他们也是腿了过来 是两个人腿 然后Gis Baby在拉车找位置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Piro已经倒了两个人了 AZ是倒地在板球部后面 第一时间可以去扶 现在要看小鹏 能不能给自己的 倒地队友扶起来的一个时间 继续地给压力 I7这波角色还可以啊 Piro刚好人是分得比较开的 是 但是由于I7的 这一波的一个踩点 支持这个坡 看一下Piro最后能不能空下来 马云龙被Gis Baby 直接给放倒 Gis Baby 没必小心 不小心了 起步速度比较的缓慢 给了小铃铛 不错的一个速度 他还敢干拉 我这小铃铛面前干拉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干拉王 我再打一个 两个干拉都被小铃铛发现了 对的 可乐也是一个一丝血 但是小铃铛位置还是被击倒了 DT过来了 DT过来了 AZ 有问题啊 这个火铛能不能撒到 打得太久了 DT过来了呀 这一波的话 两边都是被淘汰出去 没有任何的办法 毕竟天鹿还是踩在高坡上面 视野面更全 比较让我意外的是 竟然现场没有选手的挑衅声 他毕竟太大的机会 对 现在DT要看 从哪一侧去进行一波击倒 Candy这一边 是被小天的一颗雷铁给击倒了 那这样的话 DT看一下 会不会转攻 索地什么CC的一个点位 两边都是 都是已经互相明白对方的位置了 将来是有两颗雷的 嗯 这边要被蓝圈给收掉了 是的 我没想到烂人在中心坑位的一个出手 是把小铜给 连打来不掉了 他是顶到这个坡上 然后打了天鹿的侧身 那这波2004是找到一波出击的机会啊 是的 身上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2004已经清朝出动了 防却也不要了 四个人结顶上前坡 嗯 但2004过早加入战斗 有可能会来XCG吃到好处 哇 烂人左打一个右打一个 波波也是被击倒 这边再来一颗雷 啊 血量太低了 烂人这边要面对的对手太多了 嗯 204 耗了一个波波的代手 这波的前顶啊 致使自己也是折损一员 对 看圈了 这个七圈 七胸往XCG的方向走了 XCG的优势会比较大 嗯 无论是从人数 这几箱跟的并不是很稳 但是后面FREGIN BOY的出枪 还是放倒了焦阳 是 哦 XCG同时也对天鹿出手 嗯 现在天鹿正在扶人啊 看一下这颗雷 哦 焦阳刚被扶起来 血量太低 没有打上包 所以说 直接是被雷给再次击倒 嗯 萨萨的血量也比较低 那边靠 想打那个方向 然后可能觉得 DC这边人少 然后XC就在看他打 所以又回来了 嗯 这个一来二去 就在圈面被卡死了 是 而且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选手 这边也是在拉扯位置了 嗯 萨萨这边三倍精英的摸出枪 逆甲鞋给击倒 DT没有什么可以带的空间 要被夹掉了 XCG打得非常的稳健 嗯 想多拿一点淘汰数吧 我觉得现在已经给到这种圈了 呃 那如果死了 嗯 啊 萨萨的烟雾弹已经用尽 那这样的话也是清理掉 萨萨这个一个点 那高点的视野 完全是被XCG给布控了 对 后面的人比较少 直接强行利用人数的一波优势 哎 这个时候想推 这确实不现实 对 走三大一啊 没有问题 非常稳的一波出